最近有新闻说国资委中石油中海油三名高官违反八项规定被通报 三名高官都是省部级 他们分别是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福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王一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杨华 这条新闻其实有一些奇怪 主要是因为这些新闻浮出水面的方式相对曲折 这三名省部级高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并没有在中纪委网站上作为典型案例公告于天下 也没有在他们各自所属的单位网站上公示出来 而是被媒体偶然的扒出来 最早可以倒查到今年6月8号的西藏纪检监察网 西藏纳取地区纪委要求下级单位传达学习 关于徐福顺王一林杨华同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通报 警醒广大党员干部 6月中旬在湖北京门江西上饶辽宁景州等地的官网上 又再次出现了学习这个通报的消息 之后大概有10天时间主流媒体一直没有注意这事 直到6月23号左右 媒体这才发现有这样三名省部级官员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值得做一大新闻 相对这条信息本身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信息出场的方式 其实更加让人去琢磨 要知道省部级高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数量是极其稀少的 根据中纪委建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月报统计 2016年截至5月31号 各个地方中央和国家机关 央企中央金融企业 总共处理人数为20951个 其中省部级高官只有4个 所以一般来说 要是哪个省部级高官违反了八项规定 那一定是重磅新闻 但这一次媒体反应速度却显得有一些迟钝 原因嘛 可能更多是因为官方刻意采取了低调的姿态 根本没有准备 名罗敲打 公之于众 但是为什么要如此低调的处理呢 难道是因为顾及省部级这层身份吗 俗话说 一把尺子直计到底一寸不让 中纪委历来都是从严直计不搞特殊 也不打算给谁什么样的面子 那么这一次肯定不是为了顾及谁的面子 更不是要搞特殊化 很可能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 关于三名省部级官员的通报 已经做出多识 其中的惩罚是什么 不得而知 从他们最近的活动来看 三名官员现在都还在正常的履职 没有受影响 据此推测 三人虽然违反了八项规定 但是所受的党纪处分 估计还处于较轻的阶段 一个这样的半公开报道 对他人是警醒 对他们自己也算是提醒 那么这样的低调处理 能够让官员吸取教训 同时也能避免干扰他们现在的工作 这也算是 摇耳扯秀 红脸出汗的升级版 于他们于外界都算明智 监督直计不断的精细化 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一件事情 据说 这三名省部级高官涉及到的问题 都发生在2015年至2016年的中央巡视期间 所以算是顶峰危机 省部级官员带头顶峰危机 老实说 很多人很失望 为了落实中央的规定 现在每月每年曝光的违规数量 都以千亿万来计算 有时候这样的新闻看多了 也有点审美疲劳 而且数量庞大的违规案例 给人一种永远进不完的感觉 监督的人很累 顶峰危机者估计也轻松不到哪去 连我们这些看客都觉得有些眼睛发色 巩固不敢 强化不能 但是更多的人是希望 官员们能有一天做到不祥 只有这样 好好过日子 大家都轻松 新闻生猴 我是熊逸 感谢订阅收听 明天再见